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凯宇 凯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三不五十这本书 它是一本图文书 那这个图文书呢 它所诉求的一个对象 其实从它的书名当中我们可以了解 那书名的部分 我就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平常用的成语啊 三不五十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啊 三不五十去逛个街啊等等的 但是这边说的三不五十 不是指我们平常用的成语的那个意思 而是呢 象征的一件事情哦 就是人要迈入中年的时候 会有哪些观察 会有哪些想法 甚至于会有哪些的无奈 哪些内心的矛盾 而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寄冤字 人称小寄 他是一个资深的广告人哦 那我自己本身呢 看这本书 尤其是哦 他用这个单格漫画的方式 然后呢 配合一些简单的文字 把很多人 即将迈入中年的心情 矛盾 或者是一些挣扎 活灵活现 血淋淋的呈现出来 所以呢 我个人在看完这本书之后 呃 他没有花我很多时间 毕竟他的这个字 跟图的一个搭配 让你在阅读上 可以很快的翻过去 可是呢 他比起很多长篇大论的书籍 在谈人迈入中年 或老年的生活等等的哦 我觉得他更能够走进我的心里 因为呢 有时候人哦 需要的只是被了解 被懂 那我觉得看季大哥的这本书 真的让我觉得 可能很多人会得到同样的感受 可能很多人会好奇说 凯宇你不过就是三十几岁 你怎么能懂 这个即将迈入五十岁的心情 我也不晓得 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做一些观察 尤其当我做一些书籍的访问 涉略了各个领域之后 我觉得人会有一些共同的议题 被爱 被了解 如何传承 如何给予 而在这一本小书里面 他没有长篇大论 或者是没有让你看得头很痛的一些东西 而是用一个最简单 最明白的漫画意向 来让我们了解一些 人在成长到这个 即将迈入中年 或者已经在中年 要迈向老年的阶段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继续的 乐观的拥抱我们的生活 所以呢 今天凯宇要做一个这样的开场 我们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 季渊智 季大哥 来帮我们谈一谈 他为什么做这本书的创作 和他的一些想法 季大哥你好 开语好 各位叫网友 网友好 我有时候做访问的时候 会有一个矛盾 这矛盾就是说 访不到作者会有一点灰心 而访到作者又会有一点紧张 总觉得在你面前聊这些东西 是观众面前耍大的好的 不会 我觉得你刚刚讲那段话 好像帮我整理了一些就是 被爱 爱还有刚刚那几句话 其实我刚刚听的 应该说鸡皮疙瘩都掉出来了 真的吗 比如说 你有把我的心砍都告诉大家了 只不过是 我在抓这些片段的时候 其实 我到目前为止 我都觉得我可以画三部五十 七部 四部多少 六部多少 因为有太多片段 就会常常会出现在我脑海里 那我就把它画下来 大概是这样子 季大哥我蛮好奇一点 就是你这本图文书里面 你用一个意象 大猩猩 黑猩猩 来象征即将迈入中年 或者已经在中年的 男人 尤其是男人 你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意象 跟你自己自身的一个经验有什么关联 应该说光你听我的声音 应该就声音很低沉 很像狗熊的声音 然后我自己身高 对我自己身高也算180以上 体格也算壮硕 那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想到 那个那只Galura跟我的体感很像 那但是我看那个大猩猩呢 黑猩猩本身呢 它就是有 我每次看到那种 属于那种电影的时候 我看到黑猩猩都会有一种 一种冥冥之心 看到它就觉得 它好可怜哦 那为什么它这么可怜 就是它被人这样抓来抓去 然后被展示 所以我就用这个 金刚变成为我的分身 而且我自己画到最后就是 我已经都不用打稿 就可以把金刚画得灵活灵现 那用它来隐喻我的一些 所面临中年的一些 周遭的一些生活片段 那如果说今天我把它画成 一只猴子或是我个人 那可能就在一些包装上 好像稍微逊了一点 所以当初是有这样的一个动机 也没有特别想到说 今天可以在这边跟你分享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 可以跟一家出版社 正续出版这本书 这个可能你要下一集要问的问题 那你是怎么样开始动起你的画笔 动起画笔其实应该是在三年前就画完了 那我常常在我的工作里面里面就是 看到什么就想画 包括我在Starbucks或是在Coffee Shop 我看到这个街景看到一个雾 或是只要甚至陪我小朋友在读书 或是他在上课 我就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拿起笔来做写生 那变成一种我的一种好听事很好的一种绘画习惯 那我常常用插画记录我的生活 画到这三步五十是因为 我有一个很大的特质是 我常说我还有两年才五十 其实已经剩不到一年了 因为台湾都讲虚岁我都讲十岁 这样可以骗住青春的数月一年半 抓住青春的一把 然后我刚刚讲我的特质是因为我晚婚 我从南美洲相亲向到台湾来 向了大概二十来个 然后现在这老婆也是 比较年轻一辈介绍的 等一下我又没有听错 你说你从哪里相亲 南美洲 南美洲 其实我从当完兵二十三岁 我爸就说 坐冰掉这样娶婆生子 好好 结果本来那时候我才刚进入广告圈 就很热情做广告这一行 结果没想到我才入行半年多 1984年入行 1985年我爸就说 那你去跟你哥哥做生意好了 不要做广告 广告太多急 我就这样一路 第四桌飞坐了四几个小时 从台北坐到智利的圣地亚哥 然后再转到智利的最北部 叫伊基硅的一个小城市 谐音叫伊基硅 西班牙叫伊基硅 就一坐在那边 第二年就开始相亲了 可是我又骗我哥哥说 我要去读语言学校 回来帮他做生意 我就从最北部的城市 发飞到圣地亚哥读语言学校 其实我是在找工作 结果第二年就让我找到 自卫汤讯自立圣地亚哥的分公司 那时候台湾都还没有广告国际化 我就在那边自卫汤讯开始做美术设计 然后就一路相亲 所以我就相亲回到台北 又没相成 我还因为为了儿女的私情的问题 又自立台北跑了两趟 又没结成 然后回来台湾又向了本地的一些 可以结婚的对象 又没相成 结果向到最后呢 向到我心力路程有关 因为我在广告圈大概光自卫汤讯都离职了五次 同样一家公司 对对对 因为可能老板也对我蛮欣赏的 每次我一离职又被叫回来 一离职又叫回来 最后一次离职是已经到1992年了 然后我那时候从英国游学 那时候台湾才慢慢广告国际化 那当初就是因为有一些 看不顺眼的现状 我就会 可能是血气放肛 然后就离职 最后一次从英国回来就向到我现在这个太太 然后呢 于是乎结婚的时候呢 拍拖了三年多才嫁给我 等到我结婚的时候已经36岁了 然后呢 结婚第一年 我说我想生小孩 我太太说我不想生 不想生 我就好难过 我就想尽办法让他着床 这个限制级 没关系 我们的听众都够成熟 好吧 那因为我已经很不容易找到一个 我这一次中可以跟我相处的一辈子的伴侣 那我觉得我会额外的特别珍惜 当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后 我一直很想要生小孩 那我太太就是因为她是个小留学生 从美国回来的 想法都很洋派 可是她某些观念反而比我更保守 结果 好吧 不生 那其实我用一些诡计 那这个不要讲 我就让她着床成功 然后 我终于在40岁 我太太跟我说 我怀孕了 我就好高兴 所以我在40岁才生第一胎 然后生到第一胎的时候 那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还很年轻 包括你现在看我 因为我已经有开始擦保养如意了 还是很年轻 可是呢 等到我大儿子读中班的时候 他每天回家哭 哭了一个礼拜 跟我跟爸爸说 妈妈我没有弟弟妹妹 那我跟我太太就有点动之意情 那我大儿子讲了一句 那我听了我想哭 他说 爸爸妈妈 以后里面死的谁陪我 嗯 我说 哇 那我就 就跟我太太说 那住一个好了 就动之意情 再隔没多久 又有了 然后呢 当我生老二的时候 已经40 06年生的 46 4546 所以我们大儿子叫66 老二叫大顺 终于又差6岁 所以这就是说 当我每次 当有大儿子跟小儿子的时候 我在我大儿子读中班的时候 每天其他都送他到幼稚园 我常常跟他讲句话说 66 你可不可以不要长大 爸爸为什么 我想要长大跟你一样 我说你长大我就会变老 嗯 这句句话 到目前我生老二 还是一样 可抵命命 大顺你不要老 爸爸不行了 你要把我买很多车给我 我才要啊 嗯 就是说 我常常会自己 沉沦于我的那个冥想世界 但是呢 我知道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去 逃避的 嗯 但是呢 我常常会借着那种冥想 去满足我 我的世界里面 可是他还是一天长大 嗯 那我现在又跟我 我的儿子大孙说 你不要长大 嗯 为什么 他一直问我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要长大 我说啊好 等你再跟你说好了 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 种种的冲击 看到岁月不饶人的情况之下 我就因为过去从求学到这样的一个职场里面 那我才看到我的中年危机已经来了 所以我用心心来输解我的心情 其实为什么邀请季大哥谈这一段 呃 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 就是说现在 在整个书籍的出版市场上 最不缺的就是教我们应该如何的这种书 而最缺的就是像季大哥的这一本三不五十 他只是用一个很简单又很直接的方式 告诉很多不被了解苦闷的人说 我了解你 有人跟你一样 跟你碰到类似的状态 类似的危机 有时候生命我常有一个感觉是不在于 每一个人他的一个经历是否雷同 而是在最深处的那个部分 比如说在这本书 当然图我就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跟大家做呈现 可是他的文字我倒是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在这本书的二十八页 中年人 度大 腿小 一堆想要 一堆不行 然后呢 这一段话是 季大哥邀请肯丁优活 立志度假村的董事长 曾中信先生 所分享的 然后他配上图 不要解释一下那个图 因为那个图有点低级 你解释好了 因为你比较能原音同学 因为那个 我是解声曾董 因为他跟我很熟 那我之前在还没出版之前 就是我自己印了一堆书 是 就送给他们 请他邀请 读一些 写一些心得给我 那他说 一堆想要一堆不行 就是说 呃 其实呢 男人的影响世界里面呢 我们都是超级大淫虫 哈哈哈 对 那 可是过了四十呢 就行为上吊虫 嗯 那我 绝对 敢跟网友们讲 我是超级大淫虫 嗯 因为我很多东西想的非常孤寂 嗯 但是呢 我们不会去把它做出来 因为我们有道德意识在归宿 归宿这里 所以像我前天呢 本来想说 画一些那个 台北101个座外最佳场所 嗯嗯 我在陪我儿子打热热棒 我在视镜台画黄色漫画 嗯嗯 嗯 那我就跑过去 我赶快藏起来 嗯 但是有一些想 我想到的是说 呃 男人里面呢 冥想世界里面 当 你只要在站在一个 合理的 像 不是说去调侃别人 你只要把这种讲出来 其实没什么不好的 对 所以像 我那个画面就是 呃 我描述就是这个曾董呢 他拿一些吹气娃娃 嗯 因为他可能 他也是事业美满 可是他搞不好很多吹气娃娃 嗯 那这可能像我一个癖 嗯 可是这并不代表积极 因为每个人在 疏解这种方式的过程 取之有道 我只要不犯法 那 道德意识 就是由你自己来判断 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哦 人迈向中年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个特质 也是能够让他中年生活 能够过得更自在一个最重要的特质 就是真实 对 因为活到那个时候 好像很多这个社会价值观 应不应该想不想要 能不能够 都像一个无形的牢笼 你知道吗 一层一层的把它框着框框条条 这样子 他觉得好像人生走到那个时候 然后来日说无多也蛮多 但是说很多也不够多 在这种状况之下好像活得 你知道 在那个时候要活得自在 真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 我自己感觉哦 对于你的一张画 特别有感觉 在你这本书里面 中年总是心事重重的这个部分 有一个图是这样 就是一个大猩猩 就是您的象征嘛 坐在油桶上 然后手拎着一封信 但是没有寄出去 旁边的文字配的是 是一封永远寄不出的信 这个你是想说的是什么 我其实在回顾过程 就是里面当我有一些挫折感 或是有一些话 讲不出去 或是说有一些话没有办法表达 比方说我常常曾经想到 我必须要承认 在我婚前 我辜负过一两个 就是没有结成终身伴侣的对象 那我觉得我不能讲说这是命运作弄的人 而是说在那当下我们缘分 我用缘分来讲比较圆融一点 但是我觉得我会去反映说 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子 当我求婚心切的时候 对方就没有办法体谅到我这一块 所以包括到现在为止 我常常会想到这件事情 我会常常跟我太太分享 但是我太太也很豁达 我根本无所谓 她还是会听 那也就是说我跟我太太 这中间是没有什么不能讲的 那我觉得是我做到说何为一体 所以一封寄不出的信是说我要表达 其实我们人到活到什么年纪 寄不出去还是要寄出去 那你寄出去呢 你可以就好比说我用图文来解闷 可是当你有过去不管是跟你已经绝交已久的X女友 或者说你搞不好是单亲 或是你可能是跟老公离婚的 或是跟老婆离婚的 但是我觉得构成这些因素 我相信没有一个对错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你一定有很多心中想要去传达你的心理的过错 或是不悦 我常常看到很多人就是 包括我的同年纪的 甚至更老的 就讲出来嘛 可是他们不讲 那我觉得这就是 为什么几如蜜 几八云 我没有办法去改变所有的人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 我不敢讲说它的benefit有多好 但是我觉得可以让你适度找出一些解嘲的一种模式 结果我听过一句话 就是说人到一定的年纪或阶段的时候 我们要原谅该原谅的 放下该放下的 这有时候人活得越滋生 因为我不喜欢用老这个字 活得越滋生 他总是没有原谅他该原谅 没有放下他该放下 在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人 他面对他的中晚年生活的时候是孤独 到孤僻 然后他自我虐待的表真 就是虐待他身旁所有爱他的人 这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无奈的事情 因为我为什么讲这样子 我自己本身我父亲也是年纪很大才生我 他是49岁才有我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一直回想我自己在童年的时候 我父亲的一个形象 他为什么有一些我不太能理解的一个状态 时代背景 对 因为他是从大陆过来的老兵 那晚年得子的一个状况之下 通常就只有两个极端 要嘛就极端的宠 要嘛就极端的严 那偏偏我是后者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常常在觉得就是说 他在那个阶段 他在那个年纪 有人能引导他 或者是协助他 说出他说不出的 或者是表达 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或许他就不会极端的严厉 那我也在想说跟我同年纪的人当中 也有类似状况的人 或许他们就不会极端的被丑 因为这种极端 都对孩子造成一种很深厚的影响 因为当你是在这种极端严格的对待状况之下 你不由自主的在心理学校内设嘛 我们会内设 会极端的对自己严格 那人呢就过得不快乐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你的书当中 一遍一遍看 我觉得他似乎在象征的一些代代相传 而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年纪当中 共同会产生出来的一些行为模式 只是你把它集中在终年的一个部分 我实在很好奇 除了我这样子讲 有一点是月袍代祖帮您诠释之外 在你出完这本书之后 你有没有一些更新的想法 或者是有时候人就是这样 在创作过程当中你只是投入那个创作之流 但是呢 当你陈书出来了 可能经过一段时间 时间空间有一定距离之后 回头想一想 到底我为什么要写这本 或者画这本三部诗 而在后面 你有没有一些更多的想法 想要跟我们听众分享 有 应该说这本书呢 只是一个长线版 嗯哼 我就知道 另外说 我觉得你有话没说完 会得到少许的共鸣 嗯哼 但是就像我刚刚之前提到说 我比较在乎的是 就像凯宇对我这本书的共鸣 我不在乎那一百万个 嗯哼 那这就是我在创作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想法 那万一他如果畅销的话 其实我因为做太多的那种广告创业行销 有先天的职业病 比方说我怎么来包装我自己的书 我有自己的一套的模式 那包括在题材的撰写跟绘本里面呢 我其实是要想到说 我可以画到第二集 甚至我还想画三部五十女人版 嗯 当然不要说是他我们有什么谋略 或者说中原市长这么大 可是不爱读书的还是不爱读书 是对 所以我今天只是说 因为基于画画 要用这种东西来诠释 那也能够有别于目前 这一类形态的绘本可能会比较不一样 嗯哼 您最珍贵的就是说 你回归到你自己内心 你不说教 你不去试图把自己当成是一个老师 好像你是一个中年人专家 你只是你 不是 你只是很活在你的生活里 可是你知道吗 有些人觉得那是我自己的事 我还要在脱衣服吗 你要不要看透我了 没有我觉得那是任何人的事 这个市场这个世界 或者是对中年人来说 需要有人说出真实的声音 而且是说出自己真实的声音 说别人当然容易啦 说自己很难 而你做到了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最 有价值有力量的地方 所以呢我觉得 这本书我 很少啦 我很少拿到一本书之后 我大概翻了几页 二话不说就想要反文 尤其是图文书 这本书却 这么的直接这么的简单的 就让我感动 因为我看到的是透过一张张图 一句句简短的文字我看到的是一个 这么难得 你知道人到中年 我不要说我还没到中年 我三十几岁都觉得好像 真心话很难讲 能讲真心话的朋友很少 然后 你知道这人有时候是一种苦闷 你知道吗 什么都不缺好像什么都缺 就是那种很大的矛盾 不缺是在于说可能现在 某种程度可以在我一定的位置 有一定的自我认同 不像青少年这么彷徨 可是呢好像什么都缺 青少年我可以毫无 顾忌的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事 那现在可能就是 三前顾后 就是绑手绑脚 所以呢我觉得 当有人说出这个真心话的时候 你知道吗 尤其是你最后 中年也可以这么过的时候 你有一幅话是 类线发达是一件好事 然后呢还有什么 有人说中年是下坡的开始 我说过程则因人而异 更让我感动的是 不是让孩子追老 而是向小孩追回童年的记忆 你知道吗 有这样的一个铺层 你前面花了大概五分之四或六分之五 在呈现这些所谓的矛盾的心情 这些所谓的你对于中年危机的观察 可是最后你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 我不觉得是一个好像专家在告诉我 你应该如何 而是我看到的是一个 经过这一段经过这些观察和生命历练的人说 其实我觉得我会哭一哭挺好 这就好啦 我觉得这对于为什么我想跟听众 我想哭喔 对 为什么想跟听众谈这本书 或者是为什么想要访问这本书的创作者 就是季大哥您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真实 我相信这是我要的 而我不知道是不是听众要的 但是我也是追随我的心去做这样的一个访问 或者做这样的一个互动 其实今天很谢谢季大哥接受我的访问 看似我们好像这样子东扯西聊的 但是我觉得 我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听众 或是让读者认识你 谢谢 我相信 未来无限宽广 今天很谢谢季大哥跟我们分享这些 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 不要错过三不五十这本书 我相信它给你带来了解 带来安慰 更重要一点是带来力量 而这个力量并不是一个叫做 细缘制的创作者告诉你 而是从自己内心发展出来的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期待未来内容 拜拜